今天我们的布图最大摆是徐富凯 可爱的小凯最近做了好多成绩 这个成绩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 但是对他来说每一次都是新的挑战 最近这个我唱的演唱会 刚刚结束没多久赶快发行最新的专辑 所以仅如秘古还要做演唱会 还要露音还要做专辑还要去唱 吃不饮还有MV还要练舞 所以所有的这个内容 都在我们的布图最大摆里面 宾国跟这个小凯开港的时候 你就能听到了 同样我们现在来听他的声歌 找问 想事 听说了 我们来跟小凯徐富凯来开港 我们来跟小凯徐富凯来来去去千万会 其他凯徐富凡的星期间 一直有篇篇 欲望思战 那边 沉寻无怀 独青 欲望思念 我好去作弄 一生爱有所 所有的风 深渡风暗不停转 爱你心事的爱我 徐福凯的人生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你都没说过 比如说洗手要唱歌 要去比赛 大家都想这人 明明就好像要上去了 然后就熬那么久 然后明明就好像有机会了 然后大家为什么不给他 然后明明就好像说 这个人看久都觉得说 哪有东西在那里面没有玩 好多的话语那个时候 然后我也发现网路上 对你那个时候 听笑的 感情的 还不少 对 那些妈妈有没有 他们真的是蛮 把我当作自己的小孩看待 对 好像希望说我这个小孩 应该要受到公平的对待 可是我其实 现在回头去看一看 我覺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這樣對我的 你說磨練嗎 對啊磨練 因為從我小時候 好命兒 child 也不好命兒 但是會過一個這樣 因為我小時候沒有什麼夢想的人 爸爸媽媽也不會規定你非得怎麼樣 如果沒有一些挑戰來的話 沒有一些失敗的經驗 沒有一些 因為我會去比賽 也是因為家裡的人的關係 從我小時候他們這樣栽培我 那對於我來說 我的性格是有點不認輸的性格 我就覺得說好啊 畢竟爸爸媽媽從小這樣的栽培 那總要去試一些 看看能不能有出頭的機會 是你自己要拚嗎 因為他們沒有報名 我是想說 就是從小這樣子 那就是試看看吧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那就回來自己做自己的工作 做什麼工作 我那時候是讀沒有美法科的 喔喔喔喔 也是要做造型啊 也還不錯 對 現在你們是直接看他的專輯 然後每一次的流行 還是他網頁 臉書 就可以跟著這個流行的線走 謝謝 學這個還是有用 還是有 美學美感對不對 至少你知道在鏡頭裡面怎麼樣去呈現 對 而且對於色彩這方面還比較敏感 對 對 富凱我問你一個 就是在以前比賽的時候 是 你看你剛剛在講說 你做積極的想要 你好強 你希望能夠有些表現 或是說不放棄的機會對不對 對 可是為什麼你又可以在那個時候 讓大家感覺到是 很柔軟的 很柔軟的 非常 謙卑的 你知道 你好多次我在電視上看 會有心疼的感覺 我覺得我可能跟那些歐巴桑 可能 有心有 心有同感的那種 就是我覺得 那個時候 我很想知道你到底在想什麼 其實你知道 人很 很會 面對 挑戰 但是也很會萬談 就是說 到底我要熬到什麼時候 或者 我可不可以 對 嗯 我覺得我是屬於那種 傻人有傻福的 的那種 人 因為我 我就覺得說好吧 那既然要做就去做 那不管結果會怎麼樣 那至少先去做看看吧 畢竟 不要讓自己有遺憾 那我做了 那說真的 那個今天 還在想你之前 到底公司跟你簽約了沒 還沒 我是到後面 就是整個過關完才簽約 所以公司也真的是 非常的挑戰你 到底可不可以 我覺得也是 他也可能要試看看吧 你的 能耐 能耐 或是你在這個圈子 你到底有沒有任性 嗯 會不會一下就被擊垮了 人家說你算 那你就很開心 說你不算你就很生氣 哈哈哈哈 不會啦 不會啦 沒有大頭症啦 皮皮還是要接受啊 對啊 所以那次的那個 整個激發 然後網路的狂動 然後點閱率 是 那個YouTube的時候 你有被嚇到嗎 就音樂那首歌 你有被嚇到嗎 因為你是現場唱的那個人 我跟你講 比賽的人或是現場唱 一定頭講講啦 比賽過的時候 都希望過關 贏就好了 對吧 已經過了 然後你怎麼知道這次唱得有多好 對不對 對 因為 應該是說不是只有今天 在之前 因為 就是有很多的媽媽們 粉絲們 因為我從我去比賽 我就覺得說 我不知道自己會有什麼粉絲之類的 我不會想到這一塊 那剛好是他們 因為就是他們自己主團來看我錄影 我想說 我自己也有粉絲了耶 那其實這讓我滿訝異的 然後 而且他們是那一種 可以為了聽你的歌 然後 家裡的事情不做 就是為了學上 想像 拋敷氣質 也沒有到拋敷氣質 剛剛做的還是有 我就只是說 比賽沒這麼重啦 對 對 所以對於我來講 我就覺得 好不可思議喔 自己會有這樣 那有可憐啊 對啊那有可憐 然後你說到金苗哥來想的意思 那時候我真的是緊張 太緊張了 蛤你是緊張喔 我是很緊張 我緊張 你因為看到自己有這麼多歌迷 你反而會更緊張 對 你要表現好給他們看 對 然後 不要讓他們失望 對因為我在 比這一首歌的前一天 我們都要彩排 對 那其實我彩排的狀況非常的不好 蛤 非常的不好 然後那時候我那個 民視的導播就說 糟糕了你怎麼辦 你這首歌 因為他聽彩排的時候 感覺就不是很好 然後 我其實那時候 對自己的壓力非常的大 嗯嗯嗯嗯 那到了舞台上我覺得說 算了啦 嗯 就唱吧 對 因為那時候連那個孔鏘老師都說 沒有 他很鼓勵我 他說 你一上台你就會不一樣了 嗯嗯 那個腎上腺素就會往上升 你可以做到的 嗯 他說好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就沒想到到後面 老師給我這樣的成績 然後在你說網路上 哇真的大發酵耶 我自己都看三遍 啊 因為我們知道那首歌嘛 本來 費玉清在唱的tempo是比較快的 對 對不對 然後你把它放慢了以後 可是又在節奏裡面去發揮 就有點像我們在說 我們說二姐在唱話 對吧 嗯 對因為其實唱這首歌 我也是去看二姐演唱會 是喔 才那個 因為他細孟演唱會 有唱這首歌 對對對對對 但那時候我去看 我在台下都 欸其實這首歌我從我小時候 我就有學了 嗯 只是他放在抽屜放很久了 啊 剛才我去看 欸 就讓我想到有這首歌耶 那來比賽 喔 對 就是剛剛也很謝謝二姐 真的 真的 太棒了 謝謝二姐要謝謝你自己啦 謝謝 參加二姐演唱會很爽 還是覺得都不可思議啊 因為小時候 小時候都是在看他們的節目的 聽他們的歌 你現在覺得更不可思議的是 欸 難道瘋麥了 你就沒機會再跟他一起合唱 對 很棒啦 可是也覺得替二姐很開心 真的 他的人生終於 很完美很完美 真的非常完美喔 我們再一次 因為我們在做公佈 常常會很爽的去播到他的歌嘛 是 其實你看他每一個時期喔 我們先講那個 不管哪一個時期的聲音 是不是你最喜歡的喔 對 你都可以聽到他非常認真在唱歌 他的態度喔 就是 嗯 我們唱歌有一些些東西 你知道是因為自己的小小舒服 如果再一次有機會的話 可能可以更好有沒有 對 對 他就每一次在那個當下 他都很認真 哇 對因為那時候我們公司的那個老闆寇桑 嗯嗯嗯 跟二姐其實有 對啊 他的恩人嗎 恩人這樣子 然後寇桑其實 這一次也蠻可愛的 就一直叫我進去他幫公司裡面 好 然後就跟我討論這樣專輯的東西這樣子 這樣子就是 給我一些建議 對 然後他就說 他用他的口聲說 阿虛來唱 他都很激烈的 他都很激烈的 很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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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激烈的這樣子 然後 嗯嗯嗯嗯嗯嗯嗯對 可是現在 當他們這樣一講 然後就覺得 這個姚姿好像不太 音不太對 什麼什麼 自己就會去 去探討這樣子 這個老前輩請我們的新科演唱會的秒殺高手徐富凱進到辦公室 其實還蠻緊張的我跟你講 我剛才在這種前輩要說什麼的時候 我都會在想說什麼是發生什麼事 他的人你不要怕他 你要跟他聊天這樣子 他很喜歡人家跟他聊天 可是還是會怕 好很多的故事在徐富凱的生命當中 我們想繼續說好不好 想告訴人 這在想什麼 想各個基層每個人的故事 各個階層 對各個階層 OK來徐富凱 我都走在無人的海港 陰陰陰水來的風是輕鬆 有一個流浪 能在路逼茫茫 走出過去他的夢 不已經過世才的流湯 紅色啊水已經都無感 愛過的人 離開分世當 柔軟資有所得 能在路逼茫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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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茫廢 恣茫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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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濕著 我們人的士跟你親 gle離開分手 是你故事的人 永遠留好心愛的人溫暖 是你我作單身的願望